爷爷奶奶,我带的是我的小国具,我哥哥说了,有不会的问题就要问父子,我今天就要去问父子,如何做得更好。 好啊,阿宝,又不明白的就问他们,别害怕啊。 阿宝点头。 阿宝,阿宝。 十三,你再去拿两副碗筷过来。 宋氏朝着毛十三说道,十三赶紧去拿。 说话的功夫,大鸭二鸭已经跑了过来,两人虽说跑得乱七八糟的,但是碰见老鸭王夫妻俩,还是很有礼貌地问道。 要爷爷,要奶奶,我们俩能来蹭饭吗? 我娘一大早就出去办案子了,我爹被我爷爷带出去了。 两个臭小子,快去洗手。 大鸭二鸭咧嘴,赶紧去洗爪爪,准备回来吃饭。 结果孩子们刚吃完饭,毛十三准备拉着他们去找康康的时候,赵府的外面传来了巨大的动静,是张将军崩溃的声音。 要说,要说,求求你,救救慧贤,救救慧贤啊。 张将军抱着浑身是血的张慧贤,快步朝着赵府里跑了进来。 一看见这一幕,赵萱很快地抱住了阿宝和大鸭二鸭,生怕他们看见这有些血腥的一幕。 张仪的胳膊好像受了伤。 娘,娘。 大鸭正扑而出,带着二鸭朝着张将军的旁边跑了过去。 赶在后面的张尚书一把拉住了两个孙子。 快,快抱到小话厅。 陈虎,快把我的药箱拿过来。 要说,没那么恐怖,就是胳膊上被人砍了一刀。 放心,输给你治的一点罢也没有。 阿宣,烦老你送两个孩子去学堂。 赵萱点头,大鸭二鸭还在崩溃之中,但还是被赵萱和毛十三一起塞到了马车里。 张义没事,只是胳膊受了轻伤。 她衣服上的很多血迹,从见开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她的,应该是其他人的。 两个人一听这话,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 两双大眼睛都眼巴巴地盯着赵萱桥。 你们俩现在守着,她只会更担心。 以前我小时候也跟你们一样,我爹受了伤,我就哪里都不想去了。 可后来我娘劝我,守着也无济于事。 不是要紧伤口,还不如好好努力。 以后好保护她们。 大鸭二鸭听了这话,也跟着点头。 你们俩先把饼子吃完,我派人去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赵萱安抚完两个孩子,就先开马车的车窗帘,朝着外面说了几句什么。 十分钟不到,就在马车刚要到书院门口的时候,赵萱的暗卫回来了。 原来是护女司之前帮助一个一直被赵府暴打的女子和离了。 结果这个女子的前夫气不过,便埋伏许久,在今天早上准备刺杀张慧贤。 好在张少叔和张将军今天有事都跟着,所以张慧贤胳膊只被划破了一道伤口。 倒是行凶的那个人,一条胳膊差点被张将军给卸下来。 听见这一话,大鸭和二鸭的情绪才稍稍地平复了一些。 只不过,两人的心中依旧记挂着娘亲,到底还是无精打采的。 这样吧,我带你们去跟父子说一声,然后再让十三护送你们回去,行不行。 兄弟俩都在犹豫,回去又害怕被娘亲说。 娘亲现在在家里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了,爹已经完全靠不住了。 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你们得学完东西再回去。 阿宝,你得听大鸭二鸭的。 大哥,你能不能让十三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大鸭忽然朝着赵轩开了口。 赵轩听完兄弟俩的话以后,他朝着康康和大宝道, 你们俩带阿宝进去。 然后,又朝着大鸭二鸭道, 你们俩跟我来。 阿宝看着哥哥带着大鸭二鸭,朝着刘父子院子的方向走了去。 他疑惑地看向大宝和康康,问道, 哥哥要带他们去哪里玩?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但是大鸭二鸭开心最重要。 我们先不要管了,我们要去上课了,要不然就迟到了。 我能不能也跟着去请假吧? 梁康和大宝对视了一眼,两人也没有说话。 抬起阿宝的大布包,就朝着小学堂的方向走了去。 赵轩带着大鸭二鸭跟刘父子说了以后, 三人一直到了京兆府的跟前。 之前的京兆尹已经不干了, 如今是新上任,还在试用期的新的京兆尹,徐图芝。 大人,外面跪着的是护女司张大人的两个儿子, 以及赵将军的长子。 护女司? 外面还有很多围观的百姓吗? 手下点头。 走,出去看看。 是时候让大家知道,暴打妇女,且习惯是什么罪名了。 今天抓到的那个袭击的人,也一并带出去。 京兆府外,大鸭二鸭看了一眼,跟着他们一起跪下的赵轩, 两人有些愧疚地朝着赵轩说道。 大哥,不好意思,我们浪费你的时间了。 你跟阿宝不一样,阿宝要是知道我们来跪着,他肯定会抢着来的,因为阿宝不爱学习。 可是大哥不一样,爷爷说了,大哥今年有考试的。 无妨,学习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赵轩仰头看了看天色,说道。 而且,我们应该跪不了多久了,半课中都不用的。 果然不到半课中,一位年轻的京兆尹就带着人大步走了出来。 也就在这天的中午,菜市口出现了本朝第一例, 应暴打妻子外加习官罪,被宫里下职斩立决的。 你竟然不害怕? 回大人,我已经过了害怕的年纪了。 你不认为这件事,宫里批准斩立决,有些狠吗? 子氏意在震慑,况且,听闻那位女子被她打成了双腿残疾。 很好,不片面,不圣母心。 听说你要参加今年的科举。 回大人,是的。 一大一小就这样一问一答,两人年纪差距不小,竟然还能聊到一起去。 毛十三站在后面嘴角抽搐,这两人竟然当着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和尸体。 在这里面不改色地聊天,确实是人才了。 大人,我该回书院了,就想告辞了。 金赵迎点头,目送着小少年带着两个被蒙着脑袋的小男孩,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菜市口。 嗯,是个难得一见的好苗子。 书院,赵萱带着大鸭二鸭去书院旁边的饭馆吃饭,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回去了。 结果刚到书院门口,就听见书院的护卫道。 哎呀,阿宝哥回来了,你快去看看阿宝吧,听他们夫子说,阿宝拉着张夫子还在后厨那边学做饭呢。 十三,你去打包一些饭菜回来。 大鸭二鸭,你俩先去书堂等我。 赵萱朝着大鸭二鸭说道。 结果大鸭二鸭也想看热闹,跟着赵萱一溜烟地跑去找阿宝了。 书院的后处里,阿宝跟着张夫子忙活得不行。 赵萱带着大鸭二鸭赶过来的时候,三人都不敢认这一大一小了,实在是太过于惊人了。 两人都是一脸灰,手上也是脏兮兮的。 阿宝一直在颠勺,长毛在旁边已经躺平了。 寻常阿宝的耳朵好用得很,大概如今专注在做饭这个事情上,所以压根没有听见哥哥他们已经来了。 张夫子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肚子已经鼓鼓的长毛。 他现在满脑子还是那个赵家的护卫,将这长毛狗给抱来的样子。 抱狗过来,竟然就是为了给这阿宝解决这些大白菜。 张阿宝,差不多可以停了,我看你这狗也已经饱了,剩下的这一点白菜,夫子我给你吃了。 不用的,夫子,我待会去给我哥哥吃,我哥哥爱吃白菜。 听见这话的赵轩。 阿宝,我喜欢吃的是这样做的白菜吗? 就在赵轩他们准备上去帮忙的时候,毛十三忽然疯了一样的从外面跑了进来,大声的喊道。 少爷,大小姐,快去外面看看吧,主子和夫人要,要去军营里常住了,好像,好像出城前应该不怎么回来了。 所以赵横夫妻俩就这样直接找到了书院这边来,准备看看两个孩子。 一听这话,阿宝手里的锅都来不及放下,拿起小平底锅,就疯了一样的跑了出去。 赵轩将大压二压交给长毛,然后就快步的跟着跑了出去。 书院的门口,赵横夫妻俩已经换上了铠甲,两人站在书院的门口。 此时毕竟是大中午,周围没什么人经过,所以很是安静。 我真怕阿宝会哭。 阿宝一哭,我这心也跟着抽搐。 行了,别伤感了,他很棒的,跟着他哥,应该没什么问题。 两人就听见很大的一阵动静,抬起头看过去,就看见阿宝端着平底锅,飞快地跑了出来。 平常他都要费力跨过去的门槛,此时竟然也被他跳了过去。 姐姐,娘姐,你们以后就不回家了吗? 阿宝崩溃地问道,他站在夫妻俩的跟前,养着小脑袋,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没有掉下来。 阿宝,事出有因,爹娘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拖了。 出征前,可能还会再跟你们见一面。 爹娘不在家的日子,你乖乖地听哥哥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不好。 王川娘蹲下身子,将阿宝抱到怀里。 赵恒接过了阿宝的平底锅,他粘起一块白菜条尝了尝。 嗯,这味儿不错,比之前好太多了,哎呦,看样子,这回做饭的课应该可以拿个前几名的。 好,阿宝乖乖听话,请哥哥的,请老爷的,请爷爷奶奶的。 阿宝一个叫得数着,小脑袋一直高高地养着,始终没有崩溃大哭,像是个大孩子一样了。 赵萱站在一边,他只问了赵恒一句话。 爹,我们家不会再跟之前一样了,对吧? 那当然。 得到了赵恒的答案,赵萱就安心了。 阿宝,爷娘有时间会给你们写信的。 王川娘翻身上马,她坐在马背上朝着阿宝挥手。 阿宝也使劲地挥舞着自己的小胳膊,一直目送着赵恒夫妻俩离开了这条街。 等到夫妻俩一走,赵萱立即揽住了阿宝,大压二压也跟着围了上来,一起抱住了阿宝。 阿宝,难受就哭出来。 阿宝摇头,嘴里喃喃地说道。 不能哭,阿宝一哭,娘亲的心也会抽住。 这是她刚刚出来的时候,听见娘亲说的。 可是到底还是个小孩子,爹娘要出远门,而且时间未知。 阿宝最终还是放声大哭了起来。 长毛原本还在旁边摊着,听见这动静,顿时眼慢吞吞地凑了过来。 一个就得甩着自己的尾巴,安抚着阿宝。 爹娘虽然要出远门了,但是阿宝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当晚放学的时候,她先跟着大压二压一起去张家看了张慧贤。 结果一出张家的门,她就被梁夫人和梁康给截住了。 干娘。 阿宝啊,今天来我们家睡吧。 你看,他们养病的养病,出征的出征。 大宝娘也跟着大宝爹出去忙活了。 你就来我家吧,就当陪陪干娘了。 梁夫人抱着胖吞吞,醒道。 这破天的富贵,可总算轮到我了。 阿宝趴在梁夫人的怀里,梁康在一边巴巴道。 阿宝,我们今晚要吃烤肉,我们把药爷爷他们全都给叫来。 等吃完了,你在我们家睡觉,咱们明天一起去书院啊。 阿宝其实没怎么有胃口,但是听见大家都来,他还是点了点头,人就趴在了梁夫人的怀里。 梁夫人赶紧抱着阿宝,一溜腰地回了梁府。 梁府的厨子可是很得阿宝喜欢的。 所以一听说阿宝来了,厨子也开始发力了。 赵轩赶来的时候,只见阿宝正在被梁夫人带着写信。 嗯,对,是这样没错。 想你的想是这样写。 梁夫人认真地在叫阿宝。 见阿宝也不哭了,而且脸上还挂着笑意。 赵轩也放下了心,他拍了拍梁康的肩膀,朝着梁康道。 麻烦康康了。 大哥太客气了,我娘说了,阿宝也是我们的家人,阿宝也是我姐。 赵轩无奈,因为按照小孩的年纪算起来,康康比阿宝大,只不过阿宝就喜欢当人大姐。 大小姐,今晚的烤肉,您想吃什么味道的呀?加不加辣呀? 厨子叔叔,要笑了,又想要辣。 厨子笑,然后就赶紧忙活。 还得是年轻人呐,咱们几个老东西哄孩子可没这个功底呀。 要说,孩子们今天都在这里歇着,阿宝的屋子就在我们隔壁,你们放心,明天早上一定让他们好好回家。 去见你们。 老爷王夫妻想了想,见阿宝拉着赵轩的手,小脸红扑扑的,两人也就答应了。 老爷明天早上来见你,老爷今晚去钓鱼,明早给你们熬鱼汤。 阿宝乖乖点头,长毛甩了甩尾巴,乖乖地靠在了阿宝的腿边。 老人们回家了以后,梁夫人就带着孩子们去后院准备睡觉了。 梁康的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坑,大鸭二鸭在家陪他们娘,剩下几个娃都来了。 阿宝是个小姑娘,自己睡在一边,其他人都被梁康用枕头隔开了。 阿宝,你是不是哭了? 大宝听见了阿宝好像在啜气,他有些担心地坐了起来。 阿宝,你别哭,我给你唱歌,我以前睡不着觉,我娘就是给唱这个。 梁康有些后悔邀请这些小伙伴来了,起初娘亲要抱着阿宝睡觉的,可是他觉得小伙伴们在一起更好,所以最终还是拒绝了娘。 大宝给阿宝递帕子,大喜在一边手足无措地看着,梁康就低声地唱着童谣,学着他娘的样子,轻轻地拍着阿宝的后背。 直到阿宝在哭声中,逐渐地睡了过去,听见屋子里没有动静了,锁在外面的梁夫人,这才捏手捏脚地准备离开。 结果他捏手捏脚离开的时候,正好碰见了同样轻手轻脚的赵萱。 睡着了,已经睡着了,放心吧。 赵萱点头,这才回去睡觉。 老爷,你以前也是大将军吗? 老爷半生戎马。 听不懂。 那老爷,如果以后,我想去军营见爹爹娘亲,你能带我去吗? 老郑国公顿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求助的目光,着急地朝着老药王看了过去。 阿宝啊,你爹娘在那里忙,我们要不要等等啊? 爷爷,我不是现在要接我爹爹娘亲,我想等我游乐小猪,我再去找我爹爹娘亲。 行,那老爷答应了。 老药王一听,心里一个咯噔,然后就朝着老郑国公使眼色。 老郑国公笑了笑,示意他们待会再说。 康康他们没一会儿就来接阿宝上学了。 阿宝上学以后,哎,你怎么能轻易地答应呢? 那军营在郊外,你要是带阿宝过去,他们俩肯定会心疼的。 哎呀,你傻了吧,阿宝他们再考试都得两个月以后了。 按照现在的进度,两个月以后,他们俩肯定已经出征了。 你又不能让孩子伤心,对吧? 所以,暂且就这样说吧。 老药王夫妻俩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 此时两个老头将事情想得很是简单。 去书院的马车上,大鸭二鸭朝着阿宝问道。 阿宝,咱们不上学了,收拾收拾去找干爹干娘吧,你觉得呢? 大宝一听,没有说话。 意外的,梁康也没有说话。 对啊,我们可以收拾东西,离家出走,多带些干粮和肉,还可以带点银子。 如果可以的话,把长毛也带着,长毛警惕。 阿宝起初不觉得有什么,可是听见大鸭二鸭这样畅想着,阿宝竟然开始动心了。 阿宝,我们太小了,万一路上碰见了什么事,干爹干娘那么忙,万一还担心咱们,那岂不是给他们添乱吗? 我们不是要做好小孩吗? 听见大宝说好小孩,阿宝顿时老实了,他摇摇头。 等我拿了小猪,我再让老爷带我去。 大宝终于放心了。 大宝说得对,我们不能这样,都老实地待着。 几个娃一起点头,钱小鸭知道了阿宝爹娘外出的消息,所以一下课就赶来找阿宝。 阿宝从自己的小布包里,掏出了一串小木棍。 阿宝,你不是学会了数数了吗?就忘记了吗? 家父子跟我说,还有五十六天就考试了,我每天就抽走一个小木棍,等到这些小木棍都抽走了。 我就能考核好,带小猪回家了。 钱小鸭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阿宝就朝着他又说道。 小鸭,你以后教我读书吧,我肯定认真学,我之前不认真。 当然,我们一起学。 看看,阿宝怎么不跟我们玩了,不会又去跟钱小鸭认字了吧? 阿宝不跟我们一起当笨蛋了吗? 阿宝都要赢猪了,你们俩也没有努力的意思吗? 我已经想好了,我以后要跟我爹一样,找个当官的当媳妇。 小屁臭。 不得不说啊,自从赵横和王春梁夫妻俩去军营以后,阿宝对学习的态度都变了,变得很认真。 下课的时候,还会让钱小鸭教自己写字认字。 中午有空闲的时候,就让张夫子陪着自己练炒菜,一整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大概是见他实在是太忙了,这天晚上,天没有那么冷。 赵轩提议带着阿宝出去走走,阿宝摇头。 哥哥,我要去后院学骑马,太娘和康康都跟我一起。 那哥陪着你? 哥哥也要考试,不能耽误时间。 一旁的老药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有些抓狂地吵着阿宝问道。 阿宝啊,这人啊,不能把自己衬得太紧,要不然会难受的。 你得适当地放松,不能一整天都在学东西吧。 阿宝站在一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好似还没有想明白爷爷说的是什么。 阿宝,这拉满的空闲就是现在的你。 你越要求自己,这闲就越紧绷。 可这闲是有度的,当你太紧张,或者给自己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闲就会因为太过紧绷而断掉了。 你不是还要等到拿到小猪以后去看你爹娘吗? 咱们刚开始不要碰太紧,好不好? 适当放松。 老郑国公仔细地给阿宝讲着。 嗯,我要去看爹爹娘亲的。 嗯,跟康康他们练一会儿骑马,你就老实睡觉,啊。 见哥哥也在点头,他这才慢吞吞地点了点头。 只是当阿宝带着长矛跑去后院的时候,老郑国公不断地叹气。 唉,这该死的战乱,苦了边疆的百姓们,也苦了这些中原将士的孩子。 还有多少个阿宝在家里等着他们的爹回来? 唉,你这么一说呀,倒是提醒了我。 我们俩也想去军营待一段时间,这边境的环境本就艰苦啊,若是再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那该怎么办呢? 唉,我们得去跟随军的大夫说一下。 阿宝爹早就想到了,他之前已经命人去采买药材了,再者,随军的大夫,他应该也会安排好。 不行,我不放心,那边气候跟京城也不一样。 老头子,明天我们俩去跑一趟,他们就在京郊,我们利索点,早去早回,别耽误接孩子。 老鸭王一听,顿时点了点头。 别跟阿宝说,就说我们俩出去一诊了。 你们确定不告诉阿宝?咱们家可什么都跟孩子们说的,还是告诉一下比较好? 就说你们去军营里面送些药材,可以给阿宝带封信,你们说呢? 赵恒和王川娘夫妻很多事儿也都不瞒着孩子们,所以老郑国公觉得,这件事儿也该告诉孩子们, 只不过不是那么全面而已。 呃,行吧,那待会儿就告诉阿宝,阿宝啊,爷爷要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但是你要保密,因为涉及你爹娘军营那边。 一听涉及到爹爹娘亲那边,阿宝的神色都跟着变得严肃了起来。 刚才,暗卫来了急报,说军营里需要爷爷去看病,很着急,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爷爷想,我们阿宝肯定有让我带给你爹娘,所以问问你,有没有东西要带,爷爷奶奶给你带过去。 爷爷,是爹爹娘亲病了吗? 啊,阿宝啊,不是你爹娘病了,是你爹娘他们要去很远的边疆。 那边的天气呢,跟咱们这里都不一样,他们要提前配出预防的方子,所以找我们去一趟。 但是这件事啊,设计军营,所以需要保密,除了咱们家人谁都不知道。 嗯,我不会往外说的。 那你有需要爷爷奶奶带的话或者东西吗?我们明天天不亮就要出发了。 阿宝想了想,点点头,然后就快步朝着后院跑了去。 长毛也哼哧哼哧地跟在阿宝的后面,很快,阿宝就带着三封信跑了回来。 他很尊重地将这三封信都递给了老药王,然后朝着老药王说道。 爷爷,你就跟他们说,我很想他们,我在家很乖的。 宋氏眼眶有些发热,老药王不断地点头。 好好,俺爷爷一定给你逮到。 阿宝这才咧嘴笑,赵营这才拉着阿宝的手送他去后院睡觉。 阿宝,今晚睡觉怕不怕? 不怕的,哥哥,赶娘也说今晚要陪我,但是我是大小孩了。 你要不扮拉哥的院子里,在哥隔壁,让长毛也过来。 赵营总归有些不放心。 我想想啊,我还没决定好呢。 行,那你好好想想,今晚早些睡,听康康说,你们明天不是还有股市提问? 我都背过了,前小丫都教我了。 我现在可可可,可厉害了,我回去还要继续给姐娘写信,这样下一次爷爷奶奶再去的时候就能带过去了。 看着小丫头带着长毛进了屋子,赵营又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 是啊,爹娘常入军营,让阿宝一夜之间长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奶奶就带着自己写的信去找爹爹娘亲的缘故。 阿宝这天晚上睡得很满足,一觉睡到了天亮。 等他起床的时候才得知,爷爷奶奶已经出发了。 阿宝啊,那个张夫子经常中午陪你练炒菜,我们是不是…… 老郑国公没有将话说得很直接,但是书院里的环境太单纯了,他派人去送礼,好像只会给阿宝找麻烦。 老爷,张夫子教我学做菜,是因为,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夫子,还是,还是书院的厨子。 康康说,张夫子是因为爹爹娘亲才有了养家糊口的饮食,所以让我安心学就行。 嘿,康康这小子,真是越来越聪明。 老郑国公哭笑不得,赵营点头。 康康和大宝算是这几个小孩里面比较踏实聪明的,大压二压完全不着调,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好孩子。 阿宝啊宝,吃完饭没有啊,快点出来,今天京赵府门口绑了一个贪官,咱们去看看呀。 一听有热闹可以看。 阿宝抬头看了一眼老郑国公和赵营,这两人都点头了,他带了几个馅饼,嗖嗖的就背着小布包出去找大压他们了。 阿宝,快点! 看着孩子们跑出去,老郑国公朝着赵营说道,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徐图芝目前看来很是不错,年纪轻轻,也能迅速地掌控整个京赵府。 阿宝,你也跟着去看看热闹吧,多看一些,可能明白的也会多一些。 赵营见词,也只得去追赶阿宝他们。 每次看热闹的时候,几个娃总是会为了节手时间,就在马车上啃东西。 看完热闹,再急匆匆地朝着书院赶。 所以这天阿宝他们到达书院的时候,很是踩点,马上就要迟到了。 几个娃哼哧哼哧地朝着书屋那边跑了过去,夫子已经站在里面了。 阿宝一看见夫子,顿时低下了头,假装夫子看不见自己,鬼鬼祟祟地朝着自己的座位上跑了过去。 以后尽量早些坐下,早些进心,准备听课。 夫子看了一眼星花街的几个娃,朝着他们说道。 几个娃一听,都忙不迭地点头。 阿宝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一声,这才赶紧拿出诗文书来,毕竟待会儿夫子要提问古诗的。 大概是这两天他用功了,夫子把班里的每个孩子都提问了一句。 提问到阿宝的时候,阿宝也很快地答了上来。 把阿宝开心地,那嘴一直咧到了下课。 哇,好厉害哦,我竟然也打上来了,我吃个果干就要去找田小鸭了,田小鸭教我背诗。 赵阿宝,其实你不用这么努力的,你就算背不上来,夫子也不会说你的。 阿宝一脸疑惑地瞅着这个小男孩,问道。 为什么啊? 我爹娘说了,让我平常让着你先,不让我在后面吵吵你,带什么好吃的可以分你一点。 因为你爹娘要出去打仗了,而且有可能会回不来。 我们村里有个奶奶,她儿子也在军营里当官呢。 但是我娘说,那个叔叔就是出去打仗,然后再也没有回来,其实就是死在外面了。 所以,夫子他们肯定也知道这些,不会为难你的。 小男孩还没有说完呢,人就被康康和大宝给摁住了。 两人刚把小男孩给摁住,大压二压没好气地说道。 你怎么说话呢?怎么嘴巴上抹了屎一样? 康康是一两人去陪阿宝,康康低头,压低声音道。 就你懂得多,就你明白,非得说出来让人难受。 你们,我要去告诉父子,你们俩打我。 去告诉嘛,我们看看谁有理。 你们俩连话都不让我说了。 可以说话,有些话就不必说了,再让我们听见,有你好受的。 阿宝已经呆坐在座位上了。 他忽然想起了当时刚看见爹爹第一面的样子。 爹爹腿脚上也有伤,最主要的是,他的眼睛看不见了。 以前的爹爹肯定跟现在的爹爹一样健康。 可是打仗回来,就变成了眼睛看不见,身上还有伤口的样子。 想到这里,阿宝的眼泪就开始巴哒巴哒地往下掉。 夫子,就是他,他说阿宝,说他们村里有个奶奶的儿子在军营里当官,结果出去打仗就没回来。 夫子,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爹娘说了,打仗死人很正常的,赵阿宝的爹娘也有可能会出事啊。 梁康和大宝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其实连阿宝自己都知道,这句话是对的。 战场,就是生死关。 我爹爹娘亲,一定会回来的,会带着大家都回来。 你以后再敢胡说,我就,我就打你。 小男孩无语了,他被阿宝捂着嘴巴,什么也说不出来。 再者,他就算想说,旁边那么多人盯着自己,他也不敢说呀。 见小男孩点头,这才放开他。 小男孩就朝着夫子跑了过去,朝着夫子说道。 夫子,我要告梁康他们,他们吓唬我。 你要告状,那你得证明我们吓唬你了。 好了,你们既然知道出征有多危险,就应该知道,这不是随便能开玩笑的。 倘若没有他们出去抵御外敌,我们也会被战乱毁灭。 小男孩不敢多说了,阿宝瞪了小男孩一眼,哼了一声,又继续去啃果干了。 夫子站在原地想了想,最终还是抬脚去找刘夫子了。 孩子们最近都很紧绷,或许书院该搞个活动轻快一下了。 这天上午放学的时候,夫子告诉孩子们,下午的时候,小学堂这边会举行抓兔子大赛。 所以大家听了以后都很兴奋,就连阿宝都瞪起眼来了。 甚至在他往外走的时候,他还朝着夫子问道, 夫子,那抓到的兔子能带走吗?抓的兔子是大兔子吗? 你若是想要带回去,应当也可以,就看你抓不抓得到了。 夫子没有说出的是,这些兔子难抓得很,平常虽然位在书院里,但是极其能讨。 阿宝一听可以带回家,那就放心了,难抓,他就努力抓。 下午的时候,书院的后院里圈了一块地方,三只胖兔子被放了进去,同时进去的还有一群小孩。 阿宝的眼睛都亮了,兔子跑得又快,他跑得也很快,就在那里追。 只不过也就混乱了一会儿,阿宝中途蹲在一边歇歇的时候,忽然一只兔子从他后面蹦了过来,就蹲在阿宝的眼前,也不动他。 阿宝,快抓! 那兔子不仅没跑,反而还朝着阿宝面前又跳了跳。 阿宝尝试地伸出手,那兔子竟然允许阿宝摸摸,阿宝的手顺着兔子的脑袋摸到了兔子的大腿。 然后,阿宝就呲溜地咽了一下口水,嘴里喃喃地说道, 嗯,很棒的,做麻辣兔肯定好吃。 下一秒,那兔子仿佛能听懂人话一样,嗖的一下子就跑开了,一群娃就这样疯跑,结果兔子太灵活了,直到这个活动结束,阿宝都没有抓到一根兔毛。 那只兔子不是靠你很近吗,你怎么不抓它? 结束了以后,大鸭朝着阿宝问道,阿宝一边走,一边皱着小眉头道, 我也想抓吧,他又跑了,可能他知道我要吃麻辣兔了。 跟在后面的夫子心想 真行啊,这时候还知道吃,幸好你没抓到兔子,要不然,真是兔子倒了八辈子没了。 京郊均营,老药王夫妻俩一到达,就开始召集随行的大夫开始讨论,教他们一些方子。 柴虎,你在外面守着,等看到阿恒他们回来,你就跟我们说。 柴虎点头,赶紧出去守着。 我跟你们说,那边气候干燥,你们要是碰见。 老药王细细地给他们讲着。 大概又过了半个时辰,柴虎才小声地进来喊宋氏。 老夫人,赵将军到了。 听见这一话,宋氏这才带着阿宝的三封信,出去找赵恒夫妻俩。 娘,你们怎么来了? 还是担心你们俩,给你们俩带了些菜过来。 还有这个,阿宝写的,说是一定要烧给你们看。 宋氏将三封信递给了赵恒。 娘啊,她在家如何? 挺好的,每天想着多学习,给你们写信。 嘿嘿,这之前逼着她学她不学,现在开始了。 你爹担心,碎性的大夫知道的不够多,所以这些天呢,我们也会时不时地来,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 啊,你们俩放心出征,家里没问题的。 赵恒和王川娘打开了信,每张信纸上的字都很大,所以字数很少。 但是这次没有画画,就是歪歪扭扭地用汉字写着爹爹娘亲,我想你们。 嘿呦,真难得啊,这次没有画猪。 给阿宝回封信吧。 这天晚上,老药王夫妻俩风尘仆扑扑地从京郊赶了回来,带回了赵恒的一封信。 阿宝吃饱饱以后,就坐在椅子上,扩不及待地开了信封。 结果一打开信纸,整个胖吞吞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啊? 爷爹这是写的什么啊? 怎么这么多,一整页都是我不认识的字, 除了我的名字。 瞧见阿宝的小眉头皱了起来,老药王疑惑地问道。 阿宝,怎么了?不认识字吗?让你哥给你看看。 阿宝皱着小眉头,将那信纸递给了赵萱,嘴里嘟囔着。 我都不认识吧,爹爹怎么写了那么多? 除了名字,我一个也不认识。 吴儿阿宝。 哥哥,这个吴儿是什么意思? 谁的儿?我,我不是儿子,我是女儿。 就是我的孩子的意思,我的孩子阿宝,不一定非是儿子。 阿宝表示听不懂,阿宝顺着还认为爹爹的文化不高。 赵恒一反常态,在信上说了很多,大多是叮嘱。 信的最后一段是王春娘写的,王春娘说等到了边疆,给阿宝带那边好看的石头,让阿宝在家听哥哥和长辈们的话。 阿宝听完信以后,就老实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祝克把老药王他们给吓到了。 阿宝,你咋了,咋不说话了呢? 爷爷,我姐姐给我写这么长的信,我也要回这么长的信吗? 我又写不了那么多字,我能不能给父子同伴,然后让父子代替我写很长的信吗? 白担心了,原来是在担心这个呀。 你想回什么就回什么,再说了,请夫子做什么,找你哥就是了嘛,对不对?你哥写字也很好的。 阿宝想了想,很赞同地点了点头。 倒是老郑国公,瞅着阿宝那拧着小眉头的样子,他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阿宝的心里肯定在打算什么的,阿宝倒是没有察觉到什么,他好好的将信收了起来,然后就哼哧哼哧地爬下了椅子,刚要蹬蹬蹬地往回跑,然后就想起了什么。 又赶紧蹬蹬蹬地朝着老药王跑了过来,开口说道, 爷爷爷爷爷,明天你还得帮我准备一些大白菜,我要带着去学炒白菜。 行,没问题,用不用带肉啊? 阿宝想到张夫子严禁他带肉的模样,他就摇摇头,老实地说不用。 阿宝带着长矛跑开前厅以后, 是三娜,虽然中午阿宝是跟着张夫子学烹饪,但是你也要时刻地守着,明白吗?防人之心不可无误。 老芬放心,我都守着呢。 爷爷奶奶,你们今天去看我爹娘,他们可还好。 哎呀,你们是没看见,我瞧那些弓箭什么的,都是极好,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弓欲善其事,必信力其其,这次准能赢。 哎呀,听说大宝爹最近都累坏了,真没想到,这些东西竟然是他跟阿宝爹一起整出来的,以后将士们有了这些顺手的武器,肯定会所向披靡的。 放心吧,阿宝,以后我跟你奶奶时不时地就会去看看,多一份准备,日后就多一份胜算。 赵轩这才点头,然而赵轩刚回到自己的院子,就发现阿宝已经带着长矛在等着了,一看见赵轩回来了,阿宝立即登登登地跑了过来。 哥哥哥哥哥,快帮我写信。 赵轩早就料到了,只不过没想到阿宝会这样着急,他让阿宝在书桌对面坐下,然后自己展开了纸,准备写字。 阿宝见哥哥准备好了,就唧里呱啦地说了起来。 好在赵轩写字够快,兄妹俩配合着,等到阿宝说完的时候,已经写了十一张纸。 赵轩看了看这一打纸,他只得去找一个大一点的信封。 等他将这一打信封给塞进去以后,这大信封看起来就鼓鼓囊囊的,瞧着像是一个大包子。 哇! 阿宝一看见这胖鼓鼓的信封,眼睛都开始发光了。 哥哥,就给爹爹这个,让他一天一夜都看不完。 原来阿宝打的主意在这儿呢。 阿宝,爹娘不是故意不带我们的,他们俩必须要走这一趟。 嗯。 哥哥,我知道的。 所以他无比地希望爹爹娘亲能好好地回来。 等他们回来,我不会长成大事实了吧? 鉴于阿宝喜欢巴拉巴拉说一堆,所以赵衡他们那边时不时地就会收到阿宝那鼓鼓囊囊的大信封。 他们和阿宝一样,都在忙活着各自的事情。 阿宝也度过了他长到现在为止最充实的两个月。 好巧不巧,当初老郑国公他们都觉得阿宝的考试肯定要在赵衡他们出征以后了。 结果考试出成绩的第二天,正好是赵衡和王春娘出征的日子。 这天傍晚,书院前的那条街上都回响着阿宝的喊声。 爷爷,我中猪了,我生活做饭,我是第一名。 阿宝从刘夫子的手里接过一只绑着大红布条的小猪仔,他嗷嗷地喊着,一路朝着来接他的老药王他们跑了过来。 宋氏站在后面,他侧过身子,悄悄地抹了抹眼泪。 阿宝这两个月每天中午都跟着张夫子学生活做饭,那小指头被烫伤了很多次,他夜里不知道偷偷地给阿宝上过多少次药了。 阿宝,来不及多说了,快上马车,路上老爷跟你说。 老郑国公拎起阿宝,就塞到了马车里,又喊上一旁的赵轩,然后马车就风风火火地离开了书院。 看看,月爷爷和要爷爷他们今天怎么慌慌张张的呀,他们是不是带阿宝出去玩,不带我们呀。 干爹他们明天要出征了,他们肯定带阿宝去看干爹干娘了,你们俩能不能回家多吃点核桃啊。 我不爱吃核桃,我喜欢吃脆桃。 我不认识你们俩。 快点,咱们也快些回家,我娘说了,明天一大早也带咱们出城去送干爹干娘。 而阿宝和赵轩也被老郑国公带着朝着京郊的军营赶了去。 两个月了,总得让孩子们见上爹娘一面吧。 阿宝他们到达的时候,老药王朝着阿宝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阿宝乖乖地点头。 九毛一直在门口守着,看见老郑国公和老药王他们来了,他赶紧点头,示意主子和夫人还没有回来。 他们还有多久回来啊? 估计还得半个时辰,因为主子和夫人刚才骑马出去的。 听见这话,老药王朝着几人道。 阿宝来吧,忙活起来。 阿宝立即去找自己的小郭。 赵衡和王川娘夫妻俩忙完了往营帐那边赶的时候,王川娘朝着赵衡问道。 你的信写完了吗? 明天爹娘他们应该会带阿宝到城门口来送咱们,到时候给阿宝。 写完了,待会儿交代一下九毛,让她给阿宝和阿玄送信。 王川娘点头,神情有些难过。 我真的怕阿宝哭,说起来咱们从来没有离开她这么久。 赵衡拦住王川娘的腰,低声安抚道。 哎呀,好了好了,别担心了,这回打仗不会太久的,他们必输无疑。 王川娘点头,也就在这时候,赵衡感觉到眼前一花。 她好像看见一只毛茸茸的东西刚才闪了过去。 军营重地,甚少见狐狸那些小动物,那身影倒是有些眼熟,怎么有点像长毛啊。 难道,阿宝来了? 走到营帐外面的时候,王川娘也发现了不对。 营帐里面传来了饭菜的香味。 九毛虽然守在门口,但是很主动地跟他们说。 主子,夫人,是老药王来了。 在听见老药王来了的时候,赵衡握了握王川娘的手。 夫妻俩就这样携手,掀开了营帐的门帘。 然后就看见了端着锅,踩在小板凳上的碰墩墩。 二人各方面,理想打电话。 亏养子,宝是病人。 我们下期见了如何是病人。